我觉得这个歌它难就难在 你必须得十分有阅历 或者说明白什么叫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才能把这个东西表达好 我觉得在刚才这个组合里 我觉得燕彬老师你唱得非常好 完全把这个感觉表达出来了 但我觉得在王林凯你这儿唱得相对平了一些 我觉得你很快乐 在你表达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的时候 你的每一句唱词的那种唱法 完全没有打到我任何一句 我希望王林凯这个舞台 你可以仔细回去听听你的演唱 我觉得你有不少可以提高的地方 我不同意 我刚才耳机没带好没太听清 可以再说一遍吗 老师 我以为你这是一个回应 是一个回应吗 也算了 我其实想帮凯凯说句话 梁老师是这样的 可能我们不大懂年轻人的快乐或者不快乐 就像我也不懂我小时候为什么快乐 我也不懂我小时候为什么不快乐 就是这个点是年龄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表达的是他现在这个年龄阶段 他认为的不快乐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我想从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听音乐的时候 不仅仅听的是一个年龄段的人 我们从了解流行音乐 或者说再去评价的音乐的时候 我们可能从16岁听到96岁 我觉得作为一个乐评人 想去评价一件事情 一定要有一个相对宽泛的评价标准 我觉得一个音乐人表达他自己真诚的快乐和不快乐 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是说王林凯在此唱的不快乐是不忠于他的 我们只是谈他的音乐的表达 是否在他表达这种不快乐的过程中 有更好的可能性 该你完全同意吗 还是一部分 我看到西林好像 我尊重老师说的 但是有一点我想提一下 就是每个人自己快不快乐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听王林凯唱的这一段 我是真的能够get到他要表达的那个不快乐的那个点 因为完全就是我会想要表达的方式 所以很多在你眼中的他不应该不快乐 但是这是2023年 就是你怎么知道他快不快乐呢 大家可能感觉到我们工作非常难 就是各位一说 我感觉成了油盐不尽 感受不到任何感情 然后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 我们今天做的工作是解读 是评论 我去做出评论的依据 是建立在我如何了解音乐这个基础上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个是明白我们在表达什么 我希望大家也明白 当然 还有一个就是 王林凯我必须要跟你谈 我觉得你的态度一点都不酷 这已经是第二次在台上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我希望我们可以坦诚地交流音乐 你管得着吗 这不是我管得着我管不着的事情 作为一个从业比你时间长的人 我敢说我管得着 我的工作就是管你这样的音乐人 不能有这样的态度 我必须得有这样的态度 抱歉 我必须得有这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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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改变不了我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其实面对批评这件事情 我想跟你说的是 在今天我跟你讲的很多事情 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 一个人可以不接受批评 但是你应该如何 为那么多喜欢你的人做表率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 作为一个你的工作团队伙伴的角度 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 那么地去深入地去了解另一个人 也许在某个程度上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我们是渴望连成一片大陆 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的 如果一个人忠实一生 他只是一座孤岛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 那才是真正的不快乐 今天不管大家对于快不快乐 有怎样的理解 或者处在怎样的年龄 我觉得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在表达自我的时候 我们也尝试着去理解别人 那我觉得这样 孤岛可能就会连成一座大陆 其实24岁的你应该也知道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只有快乐的事情 所以继续加油 我帮王林凯讲两句话 我们不讲这个音乐 我觉得我跟他相处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我记得我一个朋友讲的 他说你不要试图去教育自己的小孩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永远都是你不懂他 没有他不懂你 如果有这样的时候 就跟我们一起唱歌吧 啊